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个辣椒讲的是这种朝天椒或其他辣的辣椒 而不包括彩椒,比如青椒这一类的在内 青椒和彩椒的保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经过加工,然后再冷冻 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这个朝天椒 大家都还记得春天的时候我拿错了4颗菜苗 我以为这个是青椒,拿回来以后结果长出来是这样的 到了10月5号已经可以收成了 收的时候很简单,我就把整株的拔出来了 有的朋友和我说这些辣椒是可以多年生的 放在地里头第二年还可以继续生长结出新的辣椒来 起码我觉得在加拿大地区是不行的 因为零下20多度肯定就在室外把它们都冻坏了 如果搬到家里头种在花盆里有可能可以 但是我没有试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以后我们可以试着来讨论一下 收好了以后非常简单的 就拿剪刀把它们可以这样一个一个剪下来 或者简单一点 就这样把一整树剪下来 剪下来一整树以后再用手把它们掰开 掰成一个一个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干活的时候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你一定要记得戴手套 我一着急就忘了戴手套 都掰成一个一个以后准备一根针和一条线 然后用针从辣椒底这个地方把它扎进去 尽可能的不要扎在辣椒上 因为我之前试过扎在辣椒上有时候它会烂 第一个辣椒扎好了以后要在头上打一个结 这样把它固定住 因为如果你不把它固定住的话 上头辣椒串的比较多 开始有重量 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最后这一个头上的时候 有可能整个辣椒串会散开来 就这样一个一个的串起来 很快的它就变成一整串了 如果你家里种了很多辣椒把它都串起来 挂在墙上也是很漂亮的一种装饰 你把它都串完了以后 在这个最后的地方也要打一个结 这个结打好了以后 我们可以把它挂在墙上 这样一串辣椒就串好了 都串好了以后 我们把它挂在墙上 通风并且有光线的地方把它晒干 要注意不要让它们淋到雨 过一段时间等到它完全晒干 你拿起来轻轻摇晃一下 可以听到里头种子都落下来 有沙沙的响声 看上去和我们买的干辣椒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就可以拿回家装瓶 或者装在塑料袋里头保存了 有朋友问怎么样冷冻辣椒 我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 注意我说的这个冷冻辣椒 是这种辣的辣椒 而不是我们说的青椒或者说彩椒 这个是我之前冷冻起来的 因为每次买回来辣椒都是一大包 如果不是很快吃完的话 它就会坏掉 我就把它们洗干净 放在保鲜袋里头 然后放在冰柜里头把它冷冻起来 吃的时候就这样切下来一点就行了 冻出来的都是非常的硬的 你可以听一下它的响声 吃的时候很简单 就拿刀把它切成一环一环 或者切成你想要的形状就可以了 吃起来口味完全没有差别 在了一个星期的这些辣椒 你已经可以看到 原来有一些发褐色或者说绿色的 也都变成红色的了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